二月初月,凡是買指定的樓盤單位 都可以獲得新春運轉大包 最高是每個單位可以獲贈33888元的紅包 第一個就是One Annual是一二三騎 受電精380呎以下獲贈8888元 受電精380呎以下獲贈12888元 另一本是Henny123騎 受電精600平方呎以下獲贈13888元的紅包 601呎以上獲贈33888元的紅包 另一本是Henny Park 受電精680呎以下獲贈13888元的紅包 601呎平方呎以上獲贈33888元的紅包 另外是Baker Circle的Easton和Baker Circle的Granbridge 340平方呎以下獲贈8888元的紅包 受電精340呎以上獲贈12888元的紅包 Am哥也想問一下 現在的樓市都是調整的狀態 上季的負資產都是創19年的新高 那你怎樣預期未來的樓市的表現呢 我看那個息口呢 我們都確定了是見頂了 很肯定未來一季或者兩季 我們的息口會不會下降 所以我們最大 我們覺得最大的影響樓市負面的因素 就是息口 如果是要開始減息呢 我覺得樓市應該是看高的線 其實新年過後 樓市還有什麼因素去有利它呢 那怎樣看之後的樓市的走勢呢 上半年怎樣看 上半年我覺得是一個時間 去打好成交的數目 我們希望減息口之後 如果更進一步可以減一半的辣椒 我們看未來一季或者第二季 我覺得是一個增加成交量的時間 如果是那個供應是消化 即是急速地消化了之後 我覺得樓市是看高的線 也是這樣 今年其實下半年我覺得是應該 挺好的時間去賣樓的 那剛剛講到供應 供應量其實都是新高 那你們發展商有沒有一些什麼對策呢 影不影響你們推盤的部署或者部罰 那價錢方面有沒有相對去調整去應時 供應很有趣的 我們幾年了 我們其實一手私人住宅的成交數變低了 那其實呢 這個情形其實是積累了很多需求的 那我們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香港一手私人住宅的數字 可以去到十幾萬一年了 我們1990年的時候 是每年有十幾萬的一手私人住宅數目的 那我們去年和前年都是一萬個 其實那個買樓都是很信心的 如果那個Fundamentals是好起來 其實對那個樓房的需求可以急速增長 所以我就不是太擔心 那個供應是現在是暫時看下去高一點 因為它消化量過去一、兩年都是低的 那就是說它其實潛在了很多購買力 不過未發出來了 那未來如果那個信心好一點 所以你其實那個消耗這些供應的速度 應該是加快的 嗯 之前有這些歷史背景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的經濟 都好像真的都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呢 經濟是另外一個 當然另一個重要的Factors 我們去看就是說 如果經濟好一點 你對住宅的需求會高一點 那我們看到現在我們最壞的數字 可能慢慢過去了 例如是旅遊業 我們自己的那個失業率 我們自己的零售業本身 我們覺得都慢慢促進了 那麼勢頭是好的 應該下半年會支持到我們對樓房的需求的 那作為發展商 你們會不會再因應價錢 再去調整這樣去推出 會吸引多一點呢 我們永遠沒有預設什麼樓價去賣樓 當然我們每一次賣樓 我們都會根據那個 就是能夠去貨率是多高呢 去定那個樓價 簡單來說 我們每一次都會測試市場 所以我們沒有預設 我們的樓價是多少多少的 我想就是我講的那些因素 中線或者是長線看 現在買樓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時間 那公司現有的項目當中 見不見到內地專才有重現的趨勢呢 那未來的發展項目 會不會都是吸引內地專才 或者是外國內的專才 我們看到我們有超過二十萬的申請 那個入境的優裁 專才計劃 其中有大約十二萬是批准了的 那有應該是超過七萬呢 就是來香港的 那個數字是這樣給我們看到的 但是我覺得它都是一條曲線的 對樓房的需求 它因為始終這堆我們都是界定新移民的 那麼新移民去到一個地方 最主要去看三項目的 第一就是去就業 第二就是小朋友的教育 是不是可以找到學校 那第三項目的才想到是不是買樓 在買樓之前 多數的行為 就是它住屋的行為 多數是租樓線 我覺得現在租樓的洗頭很好 但是不排除這些人 如果是所謂settle down 譬如說它那個就業已經解決了 它那個小朋友的教育已經解決了 那麼它就有個心情呢 它是在某一個移民的新的地方 然後才開始想是不是買樓了 所以曲線應該是滯後的 應該是來了我想半年 一年左右才慢慢開始賣樓 我們看到現在的現象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看回我們現家賣樓 或者我們行家賣樓 看到優財計劃都幾多客人賣樓 尤其是第七類 第七類就是說它有185間全世界大學的畢業 證明或者它是有250萬年薪的那些人士 它來香港買樓現在佔的比重是高的 那你們公司有沒有數字可以說一下 沒有的 沒科學化的數據統計 因為都很難 因為有一點私隱的問題 很難說你是under什麼 不過它就是先言後證來不買樓 就是說如果這個人士是七年至九年內 它是可以要求政府免費了離陰費 它現在首先買樓是給普通的離陰費 那這個是吸引他們 當然他們是要合乎那個 即是續簽證那時候的證件 例如第二年的元件 然後它續一個第三年的簽證 即是二加三加三的制度 那它應該是努力 如果想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 我看它是否努力投入香港的社會 那他們買樓的選擇 即是有一手還有二手 二手現在的樓市都比較低壓 或者其實會不會影響一手的市場的供應 或者是價錢方面 二手他們是比較簡宅的 我們可以看到 那當然一手二手是軟住的 但是我聽這類人士 尤其是第七類的說 反而現在是一個申請入境批准的一個保護時間 因為那個物業價格較低的 這個是有時候我們移民在別的國家 我們都會看到 哇 那個物業很划算的 不如現在移民呢 如果當地的樓價很高 反而它會想一想 所以這個是給他們一個機遇 這隻人士是多些來香港的 是的 是的 有 有問題 421個裡面 哪個項目分佈的單位是這個 最多是Henry 1 2 3 就是178個 176個 其他呢 第二名呢 就是這個Baker Circle 2 3 就是85個 接著就是Henry Park 的82個 接著是One Ennobel 的78個 好的 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